脑子真的会进水吗 它到底什么是脑基水呢 是脑子里它真的进水了吗 从产生到吸收就完成了一次循环 脑基水由何而来 你们知不知道人脑中有多少脑基液 怎么也得有一个200毫升左右吧 也就是说人一天的脑基液至少要循环三遍 脑基水怎么办可造饮水工程 您是如何治水的呢 你做一个导致碗成型 其实就相当于治愈了 健康朋友圈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养生路上不惶惶 朋友圈里找秘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爱提问爱健康的陪志员小鱼登场 大家好 我是专业陪志员小鱼 大家都听过大雨治水的故事吧 这个神话当中的人物治理的水 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黄河之水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 也有一片重要而且复杂的水系 我们总说人的脑子进水了 小白你说这脑子真的会进水吗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要用脑子进水了 来形容一个人做了蠢事 但实际上我们的脑子里不仅有水 而且还不少呢 但是大脑里的水可不是外面流进去来的 这一到医院CT检查发现了脑积水 这大多数人都会问一下 医生你说这个脑积水 是不是我脑子真的进水了呀 要不要紧呢 这脑子会不会坏掉了 会不要命啊 怎么处理才行啊 小鱼你说的这些问题呀 大家伙都别着急 还是请我们今天的医学专家来帮忙 接下来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医学专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神经外科 球波主任 让我们掌声欢迎 球主任 球主任你好 欢迎您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神经外科的球波医生 球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教授 辽宁省抗天咸协会理事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 医工融合专委会理事 教育部学位评审专家 沈阳市高层色人才 欢迎 欢迎我们的球主任 做客我们健康朋友圈 球主任啊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 这个脑积水 它到底什么是脑积水呢 是脑子里它真的进水了吗 脑积水呢 顾名思义 大家都可以知道 是脑子里积累 或者积蓄了水 但是这个水也不是外面进去的 其实就是正常人体分泌的脑子叶 只不过它在中枢神经系统 不管是脑室里 还是主板膜下腔里 它存在了 积蓄了 比正常的应该有的限度 更多的水 导致了一系列的功能的障碍 我们就称为脑积水 这有一张图 人呢 有两侧的侧脑室 有第三脑室 也有第四脑室 如果脑井液在这里积聚 导致一些脑室扩大的话 它必然就要压缩 其他正常脑组织的体积 所以造成一定的功能障碍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积水 球老师 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说的这三个位置 它都会产生积液吗 好 我再给大家 另一张示意图 我们可以把脑室 显生成这一个瓶子 瓶子的有个组织 就叫脉络虫 它是由血管组织 和软脑膜 还有室管膜组成的 这里的毛细血管 就可以分泌脑脊液 它脑脊液 经过两侧的侧脑室 第三脑室和第四脑室呢 然后流到猪脑膜下腔 可以流入脊髓中央管 也可以流到脊髓和大脑的猪脑膜下腔 到最后 它们再回流到 湿上头旁边的猪脑膜颗粒 然后被猪脑膜颗粒吸收 这样的话脑脊液从产生到吸收 就完成了一次循环 主任 这回我听懂 原来我们的脑肌液 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我再考考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 人脑中有多少脑脊液 人脑当中有多少脑肌液 主任 有没有ABCD的选项 我们俩选一选 你们可以猜 以毫升为单位 以毫升为单位 毫升为单位 我觉得这个脑肌 它怎么也得有一个200毫升左右吧 200毫升 你看我这个小脸 我估计我顶多也就100毫升吧 你看我们俩一个是200毫升 一个是100毫升 我们俩到底俩还是大了对不对啊 你们俩加起来再除以2 应该就是大致的标准数值 150毫升 对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正常人的中处神经系统 有三个地方可以储存脑脊液 脑室可以储存脑脊液 而且它也是生产脑脊液的地方 然后大脑的助脑膜下腔 是可以储存脑脊液 脊髓的中央管和助脑膜下腔是第三个部分 脑室内脑脊液呢 大概是25毫升的容量 脊髓呢 椎管内呢也是大概25毫升的容量 而整个的脑的助脑膜下腔 大概是100毫升的容量 加起来大约就是150毫升 而人呢一天呢至少要产生450毫升到550毫升之间的脑脊液 也就是说人一天的脑脊液至少要循环三遍 那老师那您说这个脑脊液它是怎么产生循环吸收 它的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示意图吧 脑室相当于这个瓶子 这里的脑脑从源源不断的 从血管中过滤之后产生了脑脊液 它通过循环到了中央门下乡 进入脊髓中央管 然后呢对这个神经系统的脑细胞 或者脊髓细胞 它有一个缓冲保护支持 营养支持 物质交换 甚至说代谢这个废物的功能 到最后它来到猪耳膜下腔 进入脊髓肋旁边的猪耳膜颗粒 通过这里再回流入静脉 通过静脉呢 到心脏完成这么一次循环 也就是说它的产生和回收 跟心血管系统的循环是密切相关的 主任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就是大脑在给自己进行了一次洗脑 这个脑基液呢 它不是一滩的死水 而是不断地生成和被吸收 一直是处于一种循环的当中 那如果说啊 这个循环一旦受阻了 就是形成脑基水的重要原因了 那受了半天 咱们的脑基液 那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主任 脑基液它不但是大脑的守护者 它对这个脑组织进行一个缓冲 一个保护 它还能清除一些代谢废物 而且呢 它通过跟脑组织 或者脊髓组织之间进行物质交换 甚至还可以提供一必要的什么 能源 能源提供者的功能 那么聊到这儿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老年人特发性脑基水 它的发病比较隐秘 那么这个病程可以说 是从数月到数年之久 怎么样做到早期识别 这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事吧 主任 对 这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个特发性正常颅氧脑基水 也是最常见的脑基水 主要建于60岁以上的老人 它有三个呢 主要的表现 第一个表现呢 也是最常出现的 就是行走不稳 这种行走不稳呢 它不是那种亮强步态 也不是像咱们说 脑血栓会议症之后 这种跨栏啊 画圈 它往往是一种 我们叫磁性步态 腿拖着走 一条腿拖 另一条腿走 而且呢 是小碎步 甚至到最后 战战兢兢 眼前有路 就是不敢卖腿 它的行走会越来越困难 就是它的脚会贴着地面走 对对对 脚有点抬不起来 对对对 那有的人认为 这种是得了帕金森病 其实它跟帕金森病呢 是有区别的 因为帕金森病 不但它是有这种 行走的不便 甚至还有震颤 有面部的僵硬 甚至一些认知的改变 所以说跟脑基水 它是典型表现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认真地鉴别 那老师 我们说完 这第一个症状的表现 那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 第二个表现呢 就是排尿的改变 这里排尿呢 不是说前列腺增生 那种尿不出来尿 而是早期 它表现为尿贫尿急 有了尿不能等 立刻要马上去 到后期 可能刚刚有了 要排尿的感觉 它就已经尿了 它无法控制 所以说 尤其得这个病的 很多是老人 他也不好意思在儿女面前 说自己排尿有问题 往往他就有时候 到了这个门诊 再问 有时候尿过床没有 尿过裤子没有 就很不好意思说尿过 往往他的孩子都不知道 那说完了前两种的这种情况了 那这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甚至有些病人 它是第一表现 首发的症状 就是智力的减退 这里智力的减退呢 跟痴呆还不一样 他往往当时的反应还可以 但是说记忆力不好 比方说早晨吃的什么饭 两个小时之后 甚至没到中午 他就记不清了 但是到后期 他可能就会 越来越像老年痴呆 哦 小白 所以你今天早晨吃的什么 还真的是有点记不住了呢 所以说啊 在这里也要提醒 咱们电视机前这些圈友啊 一旦出现了上述 刚才我们主人说的这些情况 大家一定要重视 那么神经外科啊 再一次成为了一种 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 也许啊 这恰好就是 最后的一颗救命稻草 然后呢 除了我说的这个 这三个基本的症状之外 我还补充一下 因为有一些患者发病 他可能并不典型 他可能仅仅表现为头痛 表现为情绪的低落 或者抑郁 或者躁狂 或者说偏执 或者头晕 或者说什么 就是爱睡觉 或者有些老人呢 他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 异常的生活习惯 跟平时不一样 这个时候家人可能 如果关心不够的话 可能就会忽略 所以说啊 这个中老年人 一旦这个腿脚不好使了 大小便来不及了 脑子越发的健忘了 大家呢 不要自暴自弃 因为有可能就是得了正常压力的脑机水 学老师 我想问一下 您说这个脑机水 有没有什么急性和慢性之分呢 当然有 脑机水其实分类很多 我们刚才提到的正常压力脑机水 我们可以就称为要特发性症压脑机水 这是最常见的 还有一些呢 我们就会要称为脑机水综合征 比方说外伤感染出血 手术之后出现脑机水 这叫感染脑机水综合征 脑机水还可以分类什么 进展性和静止性 急性和慢性 高颅压 正常颅压和低颅压 代常性和非代常性 有很多种分类 脑机水到底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脑机水会不会被治愈呢 您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进行咨询 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聊试健康朋友会 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神经外科 球博主任 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聊的话题啊 我们到底该如何预防脑机水的发生呢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电视机前圈有特别关注的问题 其实脑机水的预防啊是很难的 我们绝大部分人能做的是早期发现症状 早期来最先进行正确的诊治 早期进行处理 当然了如果比方你在婴儿期 儿童期 有过脑炎 脑出血 或者成年人得过脑出血 颅内感染 或者有过外伤 那么我们可能要相对频繁地进行一个 头部的CT或者死工诊的复查 随诊 一旦发现有早期脑积水的影像学表现 或者有了相应的症状 我们早点去干预 早点去处理 因为脑积水说到底它是一种衰退性的疾病 我们处理的越早 它的脑损害就越轻 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终的生活质量就会越好 那球老师 那您面对于脑积水的患者 您是如何治水的呢 这个就可以讲一讲 因为呢 刚才也讲了 三个可能的原因嘛 最常见的原因 产生过多 循环受阻 还有吸收障碍 那么呢 针对不同的情况 我们就要有不同的策略 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在脑室的系统耿阻的话 我们可以比方说可以通过内剑 做三脑室底造漏 就可以给它解决 但是绝大部分的脑积水呢 可能最终都需要做分流手术 球老师 我能不能理解 就是您把这个脑袋里面多余的积液 引到身体其他的部位是这样吗 对 就引到其他的 可以正常吸收脑底液的地方 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了 那么对于这个脑积水病人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手术治疗呢 如果需要做的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 我们要判断 你有没有脑积水 第二 你这脑积水是不是有症状 一般有症状的我们都建议处理 你要是一个稳定的 带长的 无症状的脑积水 我们可以长期地观察 如果症状明显的话 我们更要积极地进行治疗 还有就是什么 我们要看一个病人 如果症状轻微 他可以耐受 而且他预期寿命 可能不是特别长的话 家里治疗医院不是特别强烈 我们也不会勉强患者去做 但是只要他预期寿命多不长 而且这脑积水 可能对他生活质量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建议 还是越早干预越好 丘主任 其实说到这 我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脑积水它到底能不能彻底地被治愈呢 如果说在这个治疗以后了 我们还会不会产生这种 复发的可能性呢 理论很简 比方说有导臭管狭窄 刚才我说的 你做一个导臭管成型 其实就相当于治愈了 如果是做分流手术 从严格意义上讲 只要这分流系统还在 我们就不能说脑积水是治愈的 只能说我们可以长期控制 让它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 当然了 如果从生活质量上讲 我们也可以讲是治愈的 我们能不能复发 其实复发的原因最常见的是什么 你这分流系统可能不起作用 或者你原来造的漏口又粘连了 这样复发率的目前这几年来看 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比方说我们脑势浮疆分流 常见的感染和毒果 我已经很多年没遇到 这可能也是因为 现代的这种分流器材吧 越来越好 我们手术操作越来越规范 然后术前术后的处理 也相对的规范 严格的无菌操作 可能都有关系 因为脑积水严重影响了 我们广大老年患者身心的健康 耗发人群为婴儿以及大于60岁的老年患者 而且大多数的患者都被当作是 帕金森病去治疗 导致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 延误了病情 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够让大家对脑积水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让身边有上述症状的患者 少走一些冤枉路 我们健康朋友圈 给各位圈友们带来更多的知识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会把节目的相关内容 专家说的干货都放在上面 同时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的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球主任的分享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 支持干货拍照的时刻了 想要问一下我们球主任 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呢 我出诊时间是固定的 每周一上午 我是在和平院区 每周三下午在混蛋院区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疾病 可以到时候挂我的门诊号 当面看片子 那有就诊需求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提前地来进行 预约和挂号 那么接下来 大家赶紧拿出您的手机 我们一起来拍照记录下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读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任何继续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这上秋了啊 你们半夜有没有咳嗽 喉咙又发痒 有大年谈 这不妥妥地上火了吗 那今儿啊 你一定不能错过 清热解毒又去火的菊花 罗汉果 胖大海茶 淡淡的甜味 还有回甘 既好喝呢 它又养生 如果你呢 喉咙发痒发肝 晚上咳嗽的话 跟我来上这样一杯 止咳润肺的茶 咱们一起啊 过一个清爽 不咳嗽的秋天 怎么才能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啊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就扫这个二维码 看这红包可热点 出来二维码 按住识别 授权登录 加入会员就能抢红包 微信支付里就能查到 因为红包正到上了 没发挥好 怎么还能抢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还是扫这个二维码 进入抢红包的面 点击右侧 转发按钮 出来个大海兄弟的海报 按住识别 转发给亲朋好友 他们加入会员 你还能抢现金红包 大家好 我们是辽宁工匠 弘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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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梦技能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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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城第一线职业技能大赛 十分以来 精工力气 匠心祝魂 我为辽宁中立 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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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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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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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等你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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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神经外科 球博主任 脑机业走的路就像我们大脑的下水管道系统一样 真的是山路十八弯 任何疑数如果出现了异常都会导致它的循环以及吸收出现了障碍 那这个时候就应了我们的那句问候语了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确实这脑的里呀水非常的多 我们医学呢管它叫做脑积水 是这样理解吧主任 对可以是这么理解 因为我刚才说过脑积水是一种衰退性的疾病 而且除了婴幼儿最常见的就是高龄60岁以上的老人 它的发生率大概是1%左右 当你发现你的家里的老人慢慢就不会认识你了 甚至不认识回家的路 走路也走不了 生活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的时候 你可能会认为它是帕金森病 老年痴呆到神经内科治疗 但是如果相应的治疗依然没有改善它的症状的话 我建议你也到神经外科来排查一下 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给它一个完美的老年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人的分享 那么关于养生方面的问题 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呢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进行咨询 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想健康就到QRD来 明晚20点20分 我们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